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聊月季的修剪 可能现在很多朋友都在纠结要不要去修剪月季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修剪 其实修剪月季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的 南方和北方的区别还是非常大的 那像现在是12月中旬了 那像北方可能已经大雪纷飞 温度也已经降到零度以下了 但是像在南方深圳海南等地 现在可能还是穿着短袖而已 所以我告诉你几个点你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根据自己当地的实际情况来确定修剪时间 过早的修剪会让月季继续门发新的字眼 但是新的字眼根本抵挡不了冬天的寒流 修剪之前我们最好先让月季进入一个休眠期 这也是最重要的 只有经历了休眠 休眠它来年才能在春天开出更多更美的花 那想要进入休眠 我们现在就可以减少浇水了 也就是控水 只要叶子不尾黏不搭拉 我们就不给它浇水 现在施肥也可以减少或者是停止了 我一般会等到12月底的时候再给它修剪 那时候冬至都已经过了 而且江浙一带的温度差不多也都会在零度左右了 这个时候的月季就会完全的进入一个休眠状态 叶子也会变得丑不拉几的 那这个时候再给它来一个重检 那关于重检的视频到时候也会和大家分享 今天关于月季修剪之前要注意的事项就介绍结束了 喜欢可以关注我